再来的话就是判断是否为数字 因为如果不是数字的话呢 那判断当然只需要判断的是 Testbox 的二 应该是这个吧 二三四 一不用 所以我们应该程式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新增资料的 这等于一跟输入的 第二个判断是否为数字 判断的方法 其实 可以拿这个来 稍微参考也可以 有些时候写就写这样 所以你把它复制 不用重写 一幅什么呢 我们判断是否为数字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要抓出它里面没输入 没输入就是等于空的 就是没输入 那我怎么知道说 它里面是不是输入的数字 所以你可能需要 用那个VBA里面有个函数 就是VBA 先打VBA 里面有个函数 点一下 它就是可以判断 你给它的资料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那个是不是的话 你可以打以字 意识 意识 有没有 你会把以字 以字 是不是一个阵列 是不是一个日期 是不是空的 所以 其实是不是空的 除了可以等于空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是不是错误 是不是错误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就是什么 是不是为数字 就在这个 是否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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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OK 其实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按F1 跳出来 有没有说明 也有吧 应该 有没有 这个函数 它里面呢 就是会传回一个 Booling Booling就 True False OK 然后呢 指出什么呢 指出什么 是否为数字 这一串 It's numeric 就这样 如果是 就是True 不是就是False 好 那我们直接怎么样 把它刮扶起来 就是呢 帮我把这个 Text2的里面 输入的资料 检查一下 它 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那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里面应该是 我们要检查的 是数字 应该不是数字吧 所以呢 判断完之后呢 你可以写什么呢 不是的话呢 不是数字的话 不是就是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这样写 如果它的结果是 帮我检查完结果 它不是数字 就这样写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 不是不等于 等于False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 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True 两个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啊 只是说我云端上写这样 大家有同学 看到 等于False 你不要看到说 老师你那两个写的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叙述方法不一样 OK 如果它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跟他讲说 MH Box 请输入数字吧 搜紧看看 1 gang VBerm becoming 然后呢 再把应该怎么 后面可能要多一件事 就因为它输入不是数字 所以怎么样 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多做一件事情 把它清空之后 再把游标放上去 所以多做这件事情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因为你如果清空的话 那变成它不是数字 那变成它又要在自己手动清空 所以多做这件事应该比较贴心 所以你要处处替使用者着想 他觉得这系统真的用得好顺畅 如果有时候卡卡 每次都要使用者自己来的话 那当然你会觉得这实在是 心里一定会有很多OS 想说这 好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 所以判断是否为数字 这里有没有不等于true 那请输入阿尔伯书 请输入阿尔伯书 底下都一样 所以那个二三四都一样 所以只是需要小改一下 请各位就 我就参考这里把它切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执行完之后看一下 如果我输入 假如一定要输入资料 那输入CCC 然后变成我这边输入A 这边输入B 这边输入C 那再按新增 他一定会说 请输入阿尔伯书 他一定会先从这个开始判断 所以他会把他清空 然后游标放上去 有了有没有 然后就输入一定是数字 好这个是数字的哦再按新增 再来的话呢 就发现这个又不是 所以再来什么 清空还有输入 然后再新增 这个又不是 有没有 所以又再一次 就不要放这边 那你一定要输入完之后 才可以过关 否则的话呢 你过不去 OK那是房呆 2 OK 那房呆3的话也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把这个房呆3也顺便讲 而且房呆3就是 如果判断什么呢 是100之间 0到100之间 那这边的话可能 叙述的方法 特别注意哦 第三 那就是要判断什么呢 其实也可以拿上面这个来改 如果 其实这个价格有点像 所以有些东西差不多 你就 可以用稍微改一下 如果什么呢 Test plus 1 应该是Test plus 2 它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如果 应该是要抓到是什么 它一定要是0到100之间 可是它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是不是的那种状况 那应该是什么 Test plus 2 如果是什么 小于0 空一格 或者 有没有 小于0 你不能end 不能而且大于100 这完全不会出现嘛 它又小于0又大于不可能 所以应该是什么 偶尔 或者是 有没有 因为那个交集跟连集有没有 有时候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画个图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有没有交集 不可能交 这个是0 这是100 完完全全不可能的话 那一定是偶尔 如果是这边跟这边过来 一定要有个交集的话 那就end OK 所以这个逻辑 应该非常好理解 那我们就讲 而且它什么 Test part 2 点test怎么样 它如果大于 或者是一种情况 它大于100的话 那这两个只要有一个出现的话 那我就说什么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然后一样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一样Test 有没有 然后一样Ellisab 所以这个逻辑差不多了 只是说做个防呆 那这一段程式呢 它也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我把这一个是2 3 4 这几段 一样把它复制 到这边好了 如果时间不太够 因为这个可能要写蛮久的 所以我刚才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然后呢 直接执行给各位看 那如果说一样 滴滴滴 如果它输入-30 120 这个输入正常 那当然这个一定会挡下来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有没有 那这个就30 新增 这个又挡下来 20 那都正确 才能新增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房呆2跟房呆3 来 画面呢 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呢 也有可能有房呆4 这还有什么 可能想想看 如果你通通 都考虑进去的话 那这个系统哦 基本上 就会非常的稳 稳荡荡 那你就是 它怎么输入 那就自动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那以后这些资料的话 就会是 没问题的资料 那没问题的资料的话 以后你要做报表 就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 因为它完全全全是符合 我们需要的规范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规范 你要把它做出 有点像房呆的这些 逻辑判断 通通一个一个把它挡下来 那要留下来资料 那就会完完全正确的 那相对的你也不用再花人工 去找出那个错误的点 所以有时候你就把这些错误 一个一个逐一逐一的把它列举出来 OK 再也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那这个系统如果建立起来的话 那你以前 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找出的错误 就可能不需要再 不需要花那个力气跟时间了 OK 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